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製作的是 伸縮萬花筒 首先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矽壓型黑色 紫卡 矽壓型白色內盒紫卡 錐型鏡片 5x5公分白色圖畫紙 矽壓型透明片 所需要自備的用具有 雙面膠 白膠 鉛筆 剪刀 彩繪用具 首先我們先拿出5x5公分的白色圖畫紙 我們要在上面畫下可愛的圖案 看小朋友想要畫上什麼卡通人物 或者是動物 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先利用鉛筆構圖 好 現在我們已經將我們所畫的卡通圖案塗上顏色了 接著我們就依照腳對腳的方法先將它對折 攤開再從另外一邊對折 這樣攤開以後我們就會依照折線可以分出四個三角形 我們利用剪刀將四個三角形分別剪開 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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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將它剪成四個三角形以後 我們就先將它放置一旁 拿出我們的 比亞型的鏡片 黑色紫卡 白色紫卡 以及透明片 我們先將鏡片 拿出來 依照上面的摺線 先摺好 然後將它 利用說明膠或白膠 淋貼成錐形 將錐形黏好以後 將錐形黏好以後 我們先放置旁邊 讓它的膠乾 再來拿出 我們兩個 一個黑色跟一個白色的 長方形的 直管 我們也是利用摺線 將這兩個 折成長方形 直管的樣子 一樣的 也是利用白膠 或者是雙面膠 將它們黏貼組裝 好 現在我們已經將兩個長方形 依照摺線 捏貼 牢固了 那拿出我們白色的這個 長方形 跟我們剛剛已經黏好的 錐形 鏡片 我們在這些鏡片 外面 下面的長方形的地方 一翼的貼上 雙面膠 或者是塗上白膠 然後我們要將它 黏貼到 我們的白色直管上方 好 將下面的 直管 長方形的地方 凹一下 然後我們要將它 黏貼到 白色的直管裡面 就將它塞進去 對齊的地方 先將它黏貼好 然後 好 就像我們現在 畫面上所看到的這樣 黏貼好以後 我們就可以將它塞進去 黑色直管裡面 拆進去 拆進去之後 先不要弄到底 先留一段 一段小小的距離 然後拿出我們剛剛已經剪的 三角形的紙片 我們要將紙片 一一的黏到 黑色的 直管的裡面 然後在黏的時候 小朋友要自己先對一下位置 才不會左右上下跌倒 跟相反 所以我們可以先黏第一片 先黏第一片 然後 尖尖的地方要朝上 尖尖的地方要朝上 然後黏到直管 對齊直管的邊邊 像我們現在拿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先用白膠 將它黏貼上去 好 黏貼上去以後 我們就看一下 裡面的鏡片 出來的會不會是 正的 如果是正的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其他的地方 一一的黏上去 然後我們剛剛 現在黏的是 動物的身體 那現在先黏他的頭 看看對起來有沒有 相同的方向 如果有的話 也是將它黏貼上去 接著我們就將 也是將左右兩片黏貼上去 那要貼左邊跟右邊的時候 也要先看一下 會不會就是左右相反 沒有之後再 塗膠將它黏上去 那最後一邊就不用對了 一定是正確的邊 一樣將它用膠黏上去 那最後一邊就不用對了 好 黏上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看到 一個 這樣子伸縮伸縮的時候 就會有圖案的變化 圖案會 往後拉的時候 圖案就會消失 往前拉的時候 圖案就會慢慢的 出現在那個鏡面上 而且是一個完整的圖案 那接著我們要在上面 貼上一個保護膜 拿出我們的那個透明片 我們在透明片 折起來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 貼上那個雙面膠 或者是塗上白膠 我們要將它黏貼到 直管的上面 就像現在這樣 好 現在我們已經將透明片貼上去了 那這樣我們是說 萬花筒的示範 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交由小朋友自己 動手做做看